男生确实要注意一个问题 因为男生一旦敏感度过高的时候 他往往会浓冷度他比较低 你的女友他是兼职模特 那么通告当中肯定有男女合拍 这只是拍而不是爱 你比谁都清楚 但是你看他有这样的通告 他都告诉你 这是对你的尊重 另外他更考虑到你的感受 我认为这是一种健康的恋爱的态度 另外你们都是学空乘专业的 那么他想从事空乘的职业 你应该支持 他是四川人他想去参行 而且我们刚刚看电影中国机长 他的原型机长就是参行的 如果参行考不上 他去考其他航空公司 我想只要他持之以恒 他有这样的一种任性 会有航空公司肯接纳他的 作为一个杭州人 我非常感谢你喜欢杭州 杭州也有一家著名的航空公司的总部 我并不是说想拆散你们 这是他的梦想 对 我认为他的梦想也同样是健康的 是没有问题的 另外我们说只要心中有爱 真的没有必要 时时刻刻黏在一起 我们人生需要去做的事情 实在太多 并不是只有爱情一件事情 关键是心中有爱 它是有的 那么另外 有人说恋爱的最高境界 那就是爱的寸步不离 叫密堂主义 我非常反感这样的密堂主义 我认为爱的恋的最高境界 应该是半堂主 我们是可以为了工作 为了事业梦想 我们有分离 关键还是这句话 心中有爱 这样的半堂主义的恋情 我认为 它透出的就是恋情的那一种真谛 而且它会使得你们双方 彼此的更加的珍惜 所以炫慕你 真的有一个非常不错的女朋友 还是应该自己去修正一点 自己存在的问题 好吗 好的 谢谢保护教